马克比上色,从小白到大神的秘密 新手答疑篇 最近呢,关于马克比的上色方法 我遇到了一些瓶颈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教你们了 通过前面几期的马克比较查 我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明明我在视频里已经讲过的内容 依然还是会有很多小伙伴在下方问重复的问题 就比如这一期的肤色篇 明明我已经说过了每一批的马克比 都可能会有颜色上的差别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你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还是会有很多人问 所以皮肤到底应该用什么颜色呢 再比如实战篇这一期 明明我都已经说过 在每次上色前 最好都先用同样的纸张来试色 可还是会有很多人说 那我做个色卡就好了 哎,万一你的笔没水了怎么办 万一你盖错笔帽了怎么办 万一因为纸张不同 而颜色不一样又怎么办 万一你的色卡时间长了退色了怎么办 你好那么大人干什么嘛 为了解答你们的问题 我把之前记在小本子里 关于马克比上色的问题 又重新整理了一遍 所以呢这期视频可能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长 算是对前面几期教程的一个总结吧 如果你这次看不完 可以先把我丢到收藏灰里吃假 这次呢我不想再当一个无情的念稿机器了 所以一些简单的问题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示范了 就当是和你们轻松愉快的聊聊天吧 先来回答一下关于纸张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用马克比专用的纸张 专用 那肯定是有它专用的道理 以我用的这款Touchmark马克本为例 咱们随便拿一个叫深一点的色号 来测试一下它的防渗透能力 看到了吧 无论你涂得有多么的厚 只要纸张没破 它是透不过去的 这就解决了很多朋友 因为怕透色而弄脏画面的问题 所以新出的琉璃兰和烟籽款 还有这些凹凸联名款 我都凑齐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在某一个时刻 看到喜欢的画本和画笔 就想要拥有 而且永远也不嫌多 虽然知道自己根本用不完 话又说回来 建议大家整一个像我这样的考试垫板 我这个是A3尺寸 记住 是要PP塑料材质的 像我之前买的这块软硅胶的就不行 送过来的时候已经变形了 即使是贴上了纸胶带 也依然改变不了它 所以直接被我pass掉了 说到纸胶带 大家买防水的就可以了 虽然我用的这个其实也不太防水 可能是马克比的墨水太足了 也有可能是我胶带的问题 而我至今没有换掉它的原因 是因为我当初买的太多了 再来说说我勾线时常用的几个勾线笔的型号 一般0.3和0.8我用的最多 人物的外轮廓要比内轮廓稍微粗一些 然后像眼睛这样的细节 我会先用0.3勾一下大概轮廓 再用0.3以下的笔图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个人习惯 你们仅供参考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 还有啊 在擦铅笔稿时 一定要等线稿干透了之后再擦 如果你画到了纸胶带上 一定要先把纸胶带的先往外擦干净了 再动里面的铅笔稿 大概意思就是为了避免弄脏画面吧 统一回复一下 勾线笔和马克笔 用的大多数都是Touchmark 主要还是因为它便宜 而且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新出的这几款同色系还不错 每一种色系都由浅至深的给你搭配好了 而且还是大容量款 虽然我不知道凹凸世界是什么 但因为它也是大容量款 所以我也入手了 然后是上色 上色问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如何做到大面积的平图 而不留下笔触 画细节 怎样才能不图出界 这两个问题我之前其实也讲过 说一千到一万 反正你们也听不懂 所以这期我啥也不说了 直接用元素给你们引试一遍 准备好了吗 别眨眼哦 我肯定要连试一遍 我肯定要连试一遍 哎呀 我肯定要连试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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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约3组 在约3组 直接点拆开 在约3组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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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中文字幕提供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套装里没有零号马克笔 为此我特地请教了一下运营小姐姐 给我的答案是 只有通用80色 学生120色 和全套的168色 才会有零号色 另外 这几款肤色套装 也都配了零号马克笔 需要零号笔的小伙伴们 可以参考一下这几款套装 呃对了 还有些人画皮肤的时候 总是在25号和131号之间徘徊 选了半天 结果挑了个107号 然后还是觉得差点意思 如果你也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建议你还是尽早入手一套肤色套装吧 反正自从我有了肤色套装 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一口气上五楼也不费劲了 全部拼图完就可以上英语了 像这种塞了路风格的 其实挺简单的 因为不用考虑过度的问题 你只需要在有阴影的地方 用更深一点的色号 再涂一遍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又说了 我不知道阴影在哪啊 那你可以先照着圆图 用铅笔把阴影的位置 描出来之后再上色 如果你觉得这样更方便的话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最好 不要这样去画 因为我觉得 虽然有了边框 能更准确的看到阴影的范围 但是一旦有了边框的限制 你就会强迫自己去画满它 所以加上阴影的范围之后 可能会让你越画越多 而本来就容易画出框的你 还要用更细的铅笔稿 来挑战自己吗 最后该点高光了 高光笔除了可以点高光之外 还可以修饰一些画出框的细节 这里我推荐的是樱花和三菱这两款 个人感觉樱花会比较柔和一些 涂上去是那种哑光的质感 覆盖能力也还不错 而覆盖能力更好的三菱 那自然是没得说 像涂改叶一样基本看不到底稿 但是它的质感我感觉稍微有一点亮 就很明显你能看出那种反光的感觉 嗯 总之它们各有各的优点吧 终于快画完了 撕胶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慢一点总归是好的 你想啊 就差这临门一角了 你在撕坏了 你难不难受 这些可都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总结 幻想只需要用大脑去够撕 而梦想则需要用实际行动去追求 我真诚地希望自己 在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地方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这样 我付出的努力 才有价值